首先祝愿青海一切平安 今天到的这个呢 是两个月前订的八卫堂的Pro2手柄 我知道这个手柄发售已经有段时间了 然而不像国内一直有货 美国这边断货了很久很久 我之前的两个SN30 Pro家分别是超刃和板砖配色的 都是灰白色系的 这次的Pro2买了两款配色 白色的这款太经典了 我想老玩家一看就能回忆起很多童年的往事 我呢就来测试下黑色的这款 相信不用我说 大家也应该知道这是什么配色了吧 我们之前刚做了一期来自POWA的Fusion Pro手柄 这次呢 来做一期我等了很久的八卫堂的Pro2手柄 首先包装依旧采用了它们简洁的纸质风格 抽出外套纸 由于实在是很紧 我开了这个盒子就用了半分钟的时间 费尽千辛万苦 打开盒子 里面分别是一颗手柄 一份简单的中英文说明书 和一条Type-C的连接线 上手感觉 几乎和之前的SN30 Pro家没什么区别 主要是后面多了两个自定义备件 所以我建议如果已经有钱带的 那基本就没必要再买这个Pro2了 八卫堂手柄的手感吧 如果年纪大点的 玩过老师红白机系列 或者GBGPC的 都应该很熟悉和怀念那种感觉 那种按键的感觉实在是让人愉悦 特别是十字键的感觉 在我看来比Pro手柄强多了 Select和Start也是那种老式的硅加材质的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和我一样 小时候特别喜欢用指甲抠和刮这两个键 LR的肩键按压力度也比较适合 没有太硬或者太软的感觉 两个线性扳机键也来的比Switch Pro更有扣动扳机的感觉 摇杆也用的是Pro类的摇杆 从外观到手感几乎没什么差别 握把处因为弧度做得更大 使得握持的时候手感更好些 我的手大小属于中偏大 我也让小手的人试过 也认为这款Pro2手柄的握持感更舒服些 掌控性更强 对比SN30 Pro家 这款手柄的背部做了类似新Xbox手柄 以及PS5手柄相同的纹理设计 能增强握持感 不容易出现滑手的现象 背部的两个自定义备件倒显得有些多余了 特别是有的时候会不小心误触 不过我倒还发现一个还不错的用法 这个之后再说 背部还多了个SDX的切换键 能切换Windows、Mac、Switch、Android四种模式 原先是通过组合键的形式来切换模式的 现在变得更简单些 然后正面还多了个配置键 可以分别切换三种自定义按键配置 如果你也是中意老游戏机那种手感的 那这款手柄真的值得一入 况且它的价格差不多只有Pro手柄的一半 我们来连击测试一下 首先先将模式开关调到S模式 和之前一样 按Start键开启手柄 按P配键进入配对模式 成功连接之后就能正常使用了 这款手柄不支持NFC和Home唤醒 虽然没有官方的HD震动 不过它的震动效果在我看来 应该也是行业里顶级的水准了 不是那种廉价手柄疯狂的震动马达 也不是那种小的感觉不出来的震动 并且能有五个档位的震感强弱调控 虽然官方说明书上说 Switch模式桥不能使用Turbo模式 但是测试下来还是能用的 我们就先来用一下八卫堂的这款精英软件 进入界面可以看到每个键所对应匹配的按键 我直接将截图键改成了连发键 当然你也可以换其他的键 比如后面的背键 然后我将背部的按键也改成了AB键 改完之后同步到控制器就可以了 可以看到这边还可以改震动强度 线性扳机触发灵灵 自电影红等等 我就不做演示了 改完键之后 只需要按住需要连发的键 再按Turbo键就可以了 Home指示灯会不停闪烁 要关闭的话 同样按键加Turbo键就能关闭 如果你不想影响正常使用 就拿背键比较影响连发的按键 然后再进行连发的操作 这样就能使用连发的同时 也不影响正常的使用了 最后总结一下 花卫堂的Pro2手柄 作为Pro手柄的期待品 确实很好的完成了任务 机帘的价格 加上很不错的手感 要什么Fusion Pro 好了 希望今天的分享检测能帮到你 最后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